这个是绿豆鸭 看那两只白的应该是加鸭混在这里头 我得看一下这个不一样 这个两个 我们开始一开始我做这个自然保护的工作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比如说去关注熊猫啊 去关注雪豹到西南的山地到青藏高原 那么从03年以后呢 我们也开始关注身边的校园 因为就是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校园的动植物就挺丰富的 因为我们从03年开始做校园的这个动植物的监测 那个就燕园这个校区是一平方公里 其中呢绿地可能占到40% 但是呢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呢 我们就发现了200多种鸟 五六百种植物 所以当时我们就很惊诧 我举个例子啊 代表着什么 总个中国有1400多种鸟 那实际上在我们北大这么小一个地方 就能看到中国的七分之一的鸟类 更唯一让人震惊的是什么呢 北大校园里人是很多的呀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 以这个学生老师的生活和工作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有多少人呢 我们大家算了一下 加起来可能有五万人在这个校园里头生活 那在这么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仍然有这么多的野生动植物 非常说明问题 因为又是城市 又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么我们老在说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实际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发现了这一点以后 我们就特别的兴奋啊 觉得这个地方是值得来更好的保护的 因为校园本身呢也会建筑越来越多 因为人在增加 人口还在增加 所以就是对这个空间的需求 人们的需求是更大的 另外呢 这个绿地到底怎么管 草该不该割 叶子该不该清扫 那么这些草和这个落叶 对土壤 对这个环境里面的昆虫 对小型的动物 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当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有可能把它们清理掉 无意识地清理掉 所以在从这个零几年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跟学校的管理部门来沟通 说可不可以在管理绿地的时候 兼顾我们这个校园里面的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存 那么这样这个长期积累下来呢 我们校园里看到的动物是在增加的 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向校方提出来说 能不能把这个校园呢 建成一个自然保护小区 宴园自然保护小区 这所谓的自然保护小区呢 其实就是当地的居民自发的自愿的提出 要保护自己拥有或者管理 或者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这个这个做法呢 在国际上现在也非常流行的 那么但是呢 一个校园的保护小区还非常少见 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也是第一例吧 那么这个倡议呢 就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其实呢 这个保护小区主要的这个监测 这个数据数据 以及关心它怎么管理的人呢 是我们的学生实际上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开玩笑说 我们的学生实际上是 这个校园的原住民 那个由我们的原住民提议倡导的 这个自然保护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里最具特色的一个内容 这是其中的一方面 那么校园的这个 后来这个倡议呢 得到了这个校方的支持 也通过了校长办公会的这个批准 所以算是正式成立了 因为所谓成立保护小区就是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校园的管理者有这样的意愿 我们的原住民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老师 有这样的意愿 其实就就可以 那么其实要是反过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老师和学生愿意做这种事情呢 我们就是希望看到 校园里有这些野生动物能够生活 有更多的动物能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能够业园这个校区 能够有保留下来这么多的动物 跟我们这个植被有关系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有高大的树木 桥木 下面有灌木的层 然后最底下还有草 这是一个几乎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我对不起 我要跟他说一下 同学 您是在喂动物吗 这个还是不要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是千飞的动物 千锡的动物 如果你喂了以后呢 他就会认为这儿永远有吃的 他就不走了 是影响到他生存的 所以他本来现在应该在哪里 他过一段吧 等到这个风冻了以后 他会到那个南方 他真的会自己飞过去 当然了 这是你去查一下文献 鸳鸯和这个绿头鸭 不会不会 你风冻了以后怎么办呢 他如果就是老有人喂的话 他就认为这儿 特别是他每年出生的小鸭子 他还没有经历过飞行 他需要学习这种能力 而且我们湖里是有吃的的 所以就当然有吃的了 要不他为什么到我们这儿了 不会有人喂 天然的呀 这是自然 我们要保持这个动物的自然的特征 对对对 不能老给他 你是好心我知道 但是也是喜欢动物 但是就是 一定要显示一下他的爱心 对对对 你像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小鸭子 这个小鸭子就是 这是一个今年出生的 就那一只 看一下去也能减压的 不用喂 好 好吧 以后就稍微也不要离太近 其实离太近 因为他可能会有什么病 或者你有什么病 互相传染的话也是不好的 好 到时候给同学们也说一下 这个事情 好的 谢谢 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 都是会建议大家 不要投喂动物 那你看像北大的校园里头 我举一个例子 像这种树吧 它应该是死掉了这个树 但是它这些汁还活着 所以它没有完全都把 这个上面的那个都砍掉 是留下来 因为这个包括这种树桩 有可能是昆虫 或者是一些鸟类 可以利用的地方 昆虫尤其是在腐朽的 这个树上面 它会做有洞 一些树洞 那个孔 昆虫很容易打进去 那刚才说到这个校园之所以 有这么好的一个 几乎天然的植被 有很多地方 我们希望保留这种天然的植被 那么现在跟这个校园的管理部门 沟通了以后呢 大家注意到就是我们是不清楚 临下的这些叶子了 这个落叶就是我们说的落叶归根 实际上这些叶子落下来 慢慢变成土 这土会越来越好 越有有机制越来越好 那个自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掩替的过程 而且这些叶子下面有可能就会有小动物藏着 它会在这些地方来 而虫子也好啊 还是小动物也好 就有可能成为大动物的这个食物 比如鸟啊什么 会吃它们 所以我们尽量想保持的是一个食物链 一个食物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包括水里的也是同样 但现在这个北大的这个 整个动物群落和植物群落的这个稳定性 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特别是水体的里面的 比如说鱼太多 会把水里的这个沉水植物都吃的这个太多 那么水的这个自浸能力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个事情还是一个慢慢的缓慢的一个平衡的过程 这个校园里面的植物 当时有一个化学系的教授 从北京本土收集了据说是三万多种 多棵 三万多棵植物 把它或者是移栽或者是种子 种在这个校园里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植物 基本上都是北京本土的 本土的植物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静自然的一个生态恢复的 城市生态恢复的这么一个案例 本身这个基底是融合了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自然 文化和自然又这样交融起来 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格局 后来又被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老师继承 然后发扬 实际上形成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 就是城市生物端性恢复的这样一个案例 我觉得是可以给所有的大学来借鉴的 然后也不光是大学了 我觉得居民小区啊 城市公园呢 都可以来参考 就说比如说我们城市的这个绿地 可以恢复到什么样子 人跟自然可以和谐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北大确实是一个模板 可以是一个模板 你们才能做的 这次呢 其实我也有人会洒化 一天 知名 групп 王《决定论》 新月情幼税 人们 playing 本身的 与后数十分 ô 应该是一个绿头鸭的母鸭子 带着它跑 学生们每个星期 两次做校园的监测 关于这里的动物植物 所以随时有什么情况 他们都会看到 绿色生命协会 刚才那只小鸭子 是另外一种